各位麥迷朋友好,又是我Candy雷文 跟大家研究一下6月6日的泥草混合賽事 希望各位未訂閱我的朋友可以免費地訂閱我的頻道 另外按鈴鐺有片提示大家研究一下馬仔 另外可以考慮一下加入小弟的Youtube會員月費計劃 這門的頻道也需要大家的支持 另外在看片之前可以給手指公按讚鼓勵一下 講到第五場,不不不,第七場 第七場的四班千二米 這場馬有幾多跑過不是幾多次的馬 贏過馬有龍寶寶,勝利才子 誠心所願 對行之星,特登 今天有一隻新的,幸運有利 這些馬好像龍寶寶,勝利才子 對行之星這些都近過 先講到健康有些問題 上次跑第四的對行之星 他在4月19日發燒 去到27日復貨 復完貨,蔡明紹就試了貨集 在外檔又騎又湧上來的 有湧上來的,OK的 另外就講到那隻叫東龍鎮 上次和大家講他試襲 就頭脾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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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0日做功夫 上次沒有顯示他真正實力 夾完又夾夾完又夾 然後馬雅哥哥就下班了 不過就是有談 先講這兩隻 另外又講那些試襲的馬 因為有些新馬在 對行之星剛才講了 在外檔離地騎上來有追 旁邊那隻就是苗麗德那隻叫做什麼 過去菊草博那四個字 那隻 上拼上勇 上拼上勇 那史卓鋒這隻 幸運有理呢 他操了三貨集 一貨菊草 一貨直路 一貨就是 應該是泥底 我先看清楚 應該是泥底 是泥底 我記得 三貨都是按住 三貨都是很輕鬆的 不過呢 就沒有騎過給你看的 那我覺得已經是好的了 如果他肯騎 試過 試過有一次騎過 走過幾步 那就會更好 就是現在你有些覺得他跟得好 但是騎下去有沒有呢 暫時就看不到 是的 那就是 但是如果你按住姿態呢 我覺得都是好的 那這三隻就講了 預計這一場呢 沒跑過這個路程的馬都有的 那有龍寶寶 沒跑過這個路程的 那行運有理就不用說了 那特登也沒跑過 那 圓圓動力也沒跑過 那這些都是沒跑過這個路程的 那先講一些人馬合拍的 那有 勝利才子 那上次輸了給神之水敵 那三場都準的 那另外呢 就徐宇石那隻 那些進憂自在 那也是準的 不過呢 都是人馬合拍的 今天有個配備變動的 加個XB1 那另外呢 莫雷拉上柱一轉倉 那在直路呢 都能夠跑回第四的春風得意 那拉縮就當他合拍的 跑第四 那有三隻 那換了配備又穩定的 那有這一隻春風得意 那就是人馬又合拍 又配備 那不過千二位 整個十檔去探一下 那 那圓圓動力 那圓圓動力 上次一加個CP1 那最後一步 被重聖 就割了 那因為前面的步速實在太快 我記得四十四個幾個泥地來的 所以真的很快 那就是力藥醉 那最後那步捱不到 都不怪他的 那另外呢 就到勝利才子 那上次就跟大家講 就試了一集 做好功夫 那但是這隻馬呢 擺在前面呢 我覺得他追來追去呢 就不是一場的了 他兩場擺在前面呢 就沒有什麼追 就是不要說沒有追勢 就是不是很有爆炸力的那種馬來的 那潘頓繼續都肯騎他的 那到預計這一場馬步速啦 那預計勝利才子 這兩場都擺在前面呢 那我其實是希望他留住一點的 但是他也是擺在前面的 那另外呢 就是那隻這樣的 啊 星夢帝國啦 就千四兩場轉了葉楚行都擺在前面 上場在大外檔 浪費了很多力 吸過來呢 其實是不怪得他的 不過呢 就今天 縮離千二呢 放不放到 就另一個問題啦 那圓圓動力大家看他的賽職呢 嘩 之前呢 熊天鵬這麼快的喔 今天去到羅庫泉 為什麼兩場泥地都放不到頭呢 其實那兩場的捕捉很快的 放不到 很正常的 所以我覺得他有可能 就是 草地的捕捉沒有泥地這麼快 這陣子的泥地很快 可能他都可以擺在前面的 那預計都是有些捕捉的 但是大家都想到了 那龍寶寶 好啊 史卓鋒那些騎開又不騎 騎了這隻新東西的 試習不錯的 不過就沒有騎過給你看的 幸運有理啦 那是啦 潘頓 經常都騎這隻 那是圓圓動力的啦 那 那 兩場都第四的了喔 很喜歡跑第四的 潘頓 真的很厲害的 很喜歡跑到第四的 但上場第四呢 我覺得不是他想的啦 是吧 沒有理由 最後那一隻 被人刀的鼻子 也算得那麼準 真的 最後一尾腳軟 那 變了呢 潘頓有這隻 其實是他騎到的 這個綁 是他騎得到的 那 我預計都有兩三隻馬呢 可以擺到前面的 那 所以看馬的呢 我想和大家看看這一隻 今天他加過XB1的進憂自在啦 那這隻馬 李文都說其實他是一隻 是挺能追的的馬來的 整天呢 就沒試過衝一條直路 給你追給你看的 差不多 好少的 整天都知知著著 又塞車又盛的 那 看看他上次呢 其實衝了八五米左右 那天 三重彩 那些都中的啦 不過呢 他就真的有些意外 再虧了慢步速 那 最後那八五米 才能追得到 才有得 真的變速 這樣追上來 看看今天會不會 就是裸位好些啦 阿全雞繼續騎他啦 那閃耀榮光層 即是在先三班 都整天放回來 都是最後那幾步的嘛 那大純威都是擺頭走的啦 那 可以進憂自在呢 其實加了個眼罩呢 一早已經跟到這個位了 不過呢 是三 兩三度裸位不順的 這一隻就是今天 都和那隻叫做誠心所願 誠心所願 不記得 閃耀榮光 下一場 不是下一場 就是有一場 第五 橙眼塞 晉優自在第六位 活力長勝 第七位呢 同收毛毛 誠心所願 那 這一間大家看到他 進去裡面 他裡面又被人 那隻 關掉了進去 那要拉 想拉出來 拉出來呢 他又衝得不太順 一會又再被這隻外閃 他又抖一抖 那真是大件事啦 他又抖一抖 頭又抖一抖 又抖一抖 又抖一抖 那紮星之光在外面追 好了 這裡真的叫做100米了 真是叫做變速了 一變下去 那紮星之光也能追一下 但是他越追越近 所以覺得這隻 這隻 就不可以 若然預計有些 補足 就可以搖一下他 搖一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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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是塞車 今天加個配備 整天都是塞車之類的 但是他千二很準的 其實他縮在後面衝 更厲害 那先把這隻 那另外第二隻 你都不能不愛這隻 勝利才子 上次輸給神之水敵 但是黎文再看那些片 總是覺得他爆來爆去 是第一場 就是有潘頓在亂實 那場馬 大家心照 潘頓試好了 神州時代那些 揹一下飛 後面的聖靈之驅 上千四都贏 但是 這兩場 他都是守住個位 因為那次收拾十一檔 就是後上那一天 今天他也是收拾過二檔 沒理由博他後上 都是看他放在頭那些片 上次跟大家介紹了 那些什麼藍莊精神 八騎士看集 四重彩 這些都中了 都很激 後面的寶貝儀 天天有餘 其實都是虧了 因為那些報酬 真的慢 所以這些都可以跟進 今天天天有餘 相情 看看這一隻 神之水敵 今天上班 勝利才子 就完班 看看這隻 沒有了神之水敵 其實那些報酬 他是全賺的 頭三四隻 四重彩 內難中正大光輝 藍莊精神 比哩比哩比哩 好像試襲一樣 從化一早跟在前面 總之捱到那批 白騎士 好像試襲 為何這麼差 其實那些貨集 是被人檢查下去 再追過的 不被人檢查 咬住這個位置 再加上萬步速 四重彩 就回來了 其實就是一二三四 就是一二三四 就是這麼簡單 那隻保麗新輝 又不錯 但是這隻 勝利才子 他都給他一個藉口 因為呢 被人家拿了一條藍 他走到外面 又看空 就是這些 叫做有少少藉口 給他 其實你直到看到 他追下去 他不要說 追不到前面 其實他也都 戴不甩後面 的 又挖一下尾 就是你追來追去 追不到前面 但是你也都 彈不甩後面 就是彈來彈去 也彈不甩 是很厲害的 不過 班頓最後那幾十 他都沒有騎 這裏都 即是 收工 是的 看看這隻馬 會不會再有進步 看看賀賢 這隻馬 都很急進 那先拿這隻 是的 那第三隻 我就拼回這隻 圓圓動力 上次我選了他 他最後 我都是拼他進來 跑過第四 是不是很失望呢 我都覺得 沒有必要 實在開到 44.9 你放在前面 那隻威武承傳 跑完都退役 拼完一場之後 都回去 休息一下 那隻 那隻重聖 和大家看試集 他都試得好 所以 他放到這麼快 最後回來 斷了都沒有什麼 好說的 就是最後一步 其實他這一馬 前一場 在他的泥地 已經是懂得追 不再是一隻 只是擺頭走的馬 不過這一場 真的遇到那隻 威武承傳 立心要斷你 那他的捕捉 變成要跟著 威武承傳的捕捉 那隻重聖 就在這裏咬住 進來這裡 才動手 騎 都OK 但是 最後那隻重聖 就不斷瘋狂抽鞭 他就跟快了 這隻再跑 就退役了 那我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想跑第四 應該都不會吧 沒有算得那麼準 就是剛剛一個鼻子 這樣 今天轉過來田草 都選了他 因為他跑法比較主動 跟得又鬥得 如果搏他一直 潘頓不要 同行潘頓不要 就是一隊關乎潘頓的馬 都立了 那再選的 都要選荒仔 這隻春風得意的 都不看片 因為看片 都是看上手馬房 前一手馬房 那些潘頓的 其實他試過潘頓 又追過 又可以 又塞車 又卡拉 看看他去了方仔 第二個手法之下 就怎樣 其實就 都有一些馬可以選 但是為什麼會選這隻呢 好像幸運有你試襲 其實我可以搏他 龍寶寶 幸運有你 春風得意 三隻都是 大家都是 都不理想的 既然是這樣的 不如搏一隻 就見過 就追過 轉馬房 看看是不是欠冠軍 樂力一點 其實龍寶寶 上次菊草 一出閘 他可以跟前一點 他沒有這樣做 回來 扔去大外檔 他有追 不過 何明年十一檔 就考考大家的膽識 希望各位贏多一點 不記得寫個號碼 希望各位可以考慮一下 加入小弟Youtube會員月費計劃 另外可以給個like 希望各位贏多一點 沒有錯號碼 8號的晉優自在先 希望他這次 不要再失車之王的本色 抽正直路 找個空位衝上來 跟得又鬥得 其實叔叔在後面衝更厲害 我覺得他 勝利才子 上次輸了我被那隻 已經上班了 看看他 會不會留一點來跑 如果他留一點來跑 我覺得他更惡 以他那場的賽職 不過撿過這樣的檔 就看看他怎麼跑 另外 潘頓不騎就潘頓不騎 泥地轉過來就泥地 沒跑過這個路程 圓圓動力 另外 還有這一隻 又是轉馬房的 不過 之前千二有過賽職 不過很可惜 撿過這樣的檔 因為上次你撿直路 十一檔 好 今天 跑轉彎十檔 就認真一般 希望各位贏多一點